大家好 我是王炳 我讲个风格是指讲干活不说废话 我们接着还是来看五行 看伤官将官 还有剩下的两个部分 就是活土伤官亦伤进 今天我们讲伤官伤进 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伤官伤进一般的就是 伤官特别的旺 密集当中不要见到关心 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关心 藏在地质里面是可以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知道 活生土 那么土就是伤官 水本身就怕土来克 而且土克水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五行之克 还有一个就是土是浑浊的 水被土克了之后 水就变浑浊了 它就不够清纯了 不够清纯了 所以说土得水也没有什么好处 土得水唯一一个好处就是 这个土就变湿润了 湿润之后它可以去生金 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说它就不太喜欢见到关心 所以说活土伤官的话 尽量就不要见到水了 那么活土伤官一般的喜欢什么 财或者是硬 财是什么 财就是金 比如在生旺的时候 它就可以写财 因为火旺的时候 它可以炼金 一旦火一旺 它可以炼金 清晰它的财性 那么这个金也可以卸这个土 因为土要做工 它不是克水来做工 它往往去生金来做工 因为如果生弱的时候 它就洗印 生弱洗印就是代表木 所以现在火弱了 需要木来生 而且木旺 它也可以克这个土 这个土一被克 它就不会去泄这个火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 其中的一种相互真的关系 它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你明白了 施神的这种生克 五行的这种生克 那么你就理解了 它是什么关键所在 另外如果这种命局 火土伤官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 就是火焰土灶 就是一片火土 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这时候 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水 这时候就不要再建造水了 这时候就不要再建造水了 这时候一般的可以 用稠土 尘土 这些湿土 来去滋润一下 这个灶土 这个忘火就可以了 这就现在越来说 这个铁锅 我们讲讲 铁锅烧油 就是你加一点水 它就这个火 就吞了一下就起来 可能就 甚至把整个房子都烧掉 所以这时候就相当危险 就不要建水了 叫运以逢水的祸 最后讲到 土经关去返程关 土经关去呢 就是关要去掉 不要建造关 也是说土经商关 也是既关型的 因为金代表什么 金主义 威武刚强 它如果不走关运 比如说你走财运 走印运 你身旺可以洗财 身旺可以洗印 然后呢 反而能够有关运 就是土经商关 各的人 得到财运 商关生财 威武刚强 或者得到应运 商关配印 可能呢 也会有关运 不见到关性 反而是比较好的 好了 这节课关于 五行看商关见关的第二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